这边的话是四五号位是个小精灵加NA 然后夜眼的话这边是大哥 一号位是一个敌法 然后是中单是一个变魂 那么猎单的话是个潮汐 四五号位是图夫和拉比克 然后我们来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经济 那么这边的话敌法是保持第一19000 第二是的蓝猫14000 那第三是一个电魂 第四是一个小骷髅 这边夜眼的是经济是总共领先2000 离法这边是分身斧狂战大云锤以后 下面再做一个龙心 扛揍一点 这边是刚才应该是图夫勾到了咬到了 击杀了一个小精灵 然后这边苦弓的话是一个 再做咱们来看一下 再做一个否决挂剑应该是 看一下这个主动技能 驱散目标身上的效果并且施加锁闭持续五秒 那么每次被锁住的目标受到的攻击都会被 攻击都会被减速100%持续0.4秒 守绝挂剑 这个还没见有小骷髅这么出过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这边的话是选择了一个推中 已经逼到高地了 拆的还是有一点的快啊 这边看怎么说 这边两边是选择一个互换 看一下近卫是有塔房吗 应该是有塔房的 没塔房吗 没塔房 这边小骷髅 哎哟 这边看这个 哎哟可惜啊 可惜最后一下miss了 非常可惜 这边小骷髅也是死了 好可惜啊 魔棒没吃 然后这个塔也没拆多少 这边的话反倒是夜炎 把近卫的中路高地给破了 哇 屠夫又是一个一个勾一个咬 看六 嗯 嗯 不太敢 不太敢动 蓝猫的话 这边是一个五个雪晶 紫苑甲腿加一个辉光 但是雪晶有点少啊 打到五个 这边电魂直接是出到了一个蝴蝶 这个出装也是非常针对啊 因为这边的话 非常针对这个小骷髅 那么这个小骷髅 这边是打起来了 潮汐直接一个大 然后潘纳开了大 就打这个屠夫 哇 这个屠夫 回血回了不少 哇 这波 以法赛啊 直接就是这个蓝猫 就是一个核弹啊 直接把这个 都炸死 那么这把应该是GG了 GG了 都可以看 去看他们这波 有没有买 买活了 那么 我觉得 这把就到这了 后面的话 应该是 非常碾压的一个局面 因为这边 9000就算买活也没有用啊 因为他刚才是开过大的 有一分钟的时间 一分钟的时间 这个下落这个高地 肯定也是没了 那么蓝猫2800 蓝猫不是很想买 感觉买了没用啊 放弃买了 看这边是选择三路还是 这就我说的 不明智啊 买活也没有用 买活了以后 也是一个买活死啊 那好吧 今天这个解除就到这了 基本上 一波了啊 我们下期